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特區政府那班廢官容官 較早前就以防控疫情為名 推出了一個新措施 就是從今天即是禮拜三開始 所有食店全日禁堂食 為期七日 這個擾民措施實施第一日 就已經害慘了很多在戶外工作的打工子女 搞到在午飯時間都無處容身 結果就要輪到街頭 蹲街吃飯 特區政府這些所謂的防控措施 完全是與防控目標背道而馳 首先來說 特區政府搞這些措施 究竟有沒有科學根據 如果在餐廳裡糖食有感染風險 我真的想請問 難道現在的打工子女 被你特區政府逼到要蹲街吃飯 但感染風險又很低嗎 喂 在餐廳裡 起碼都叫做有啞遮頭 不需要擔心日曬雨淋 或者吃吃東西有著屎飛下來 又或者是個閃逢滴水 今天中的就是下大雨 而且衛生環境惡劣也有限 因為有食環處的發牌制度 你周時會有人去巡視 再加上 就算一家餐廳點入也好 至少都會開部空調出來給食客量 叫做有口安樂茶飯吃一下 現在七、八月的時間 中午時份 室外氣溫是到35、6度高溫 你特區政府那班高官、廢官、容官 當然就是高枕無憂 甚至乎吃飯也未必需要自己去買 有助理幫你安排 可能是買好 但你也要體驗一下 想一下那班勞苦大眾戶外工作 那班市民才行 好了 現在你就說要防控 不給人堂食就減低感染風險 但今天的實際情況是怎樣 就是很多市民被迫在一些戶外 有啞遮頭的地方 蹲在那裏物質地吃飯 根本上沒有減低感染風險 故此這些措施 完全沒有實際作用之餘 而且是極度擾民 特區政府那班廢官、容官 制定措施的時候 永遠不是從市民整體利益的角度出發 而是純粹自己坐在冷氣房裡 不食人間煙火地閉門造居 想了一些政策出來 只顧著你自己在寫字樓 有冷氣房上班的人就算了 有沒有想過這些勞苦大眾 有沒有想過這些在戶外工作的市民 為數是不少的 你特區政府那班廢官、容官 在制定措施的時候 永遠是自我中心 從來都不會去諮詢一下市民的意見 只顧著你自己有口安樂茶飯吃就算了 不要說戶外工作的人 就算在寫字樓的打工仔女 你一樣是沒有體恤的 人家一樣是要到街上去排隊買外賣的 難道排隊的時候又沒有感染風險嗎 得到他買到飯盒拿回去寫字樓自己的位置 他不一樣要面對著其他同事在寫字樓裡押飯嗎 這樣跟在餐廳裡堂食的感染風險有什麼分別呢 你說要降低的感染風險是從何說起啊 請問 本身那些食客走去餐廳幫襯吃午飯 吃完的時候拍拖給錢走人就算了 就算弄髒了那個地方 或者吃飯吃到天一半地一半都不要緊 餐廳有伙計幫他撿手尾 現在你說叫所有人去買外賣 當然有些人都吃得很乾淨 但難免有些人烈日當空下 吃飯的時候爬兩顆掉落地 他自己未必知道 轉過背走下去會不會造成老鼠和蟑螂的滋生呢 就算寫字樓也一樣 還更難清晰地毯的東西 請問這些會不會構成更大的感染風險呢 不要說武肺 只是說野蟑螂、野老鼠、野蟻都會構成公共衛生的問題 但區政府制定措施的時候有沒有想到這麼周長呢 還是隨便想到就推出呢 有沒有經過科學論證呢 似乎沒有了 如果有的拿出來給市民笑一下 怎樣科學論證呢 現在全日禁堂食 實施了第一天 發現不可以當 一塌糊塗 推行到 好了 現在總之特區政府想出了一條方法 誰知道這條方法更加愚蠢 竟然跟特區政府說 將會從星期四至明天開始 開放各區臨時避暑中心給市民用膳 從早上11點到下午3點開放 讓市民在裡面吃外賣 特區政府推出這些所謂的補救措施 比起你推出全日禁堂食這個措施更加荒謬 既然你推出全日禁堂食 是證明了失敗的時候 為什麼不乾脆承認就是失敗 提早撤銷這個措施呢 反而還要推出一些更加無厘頭的措施 你或者去避暑中心吃飯 難道在避暑中心吃飯 就比起在餐廳裡面堂食 那個感染風險更加低嗎 臨時避暑中心是負壓房嗎 無菌空間嗎 你怎樣判斷 你有什麼科學根據 還是純粹是單憑自己的長官意志 為求補獲就隨便推出些東西出來算數 這些根本上就是你特區政府那群廢官容官的 權力辱作衰 你特區政府就已經是一個傀儡政權來人所共知了 所僅有的剩餘權力已經不多了 很多範疇已經無法做事 現在就連最基本的防控措施 都可以搞到一塌糊塗 你要滿足權力又不要緊 不要以擾民作為目標 對不對 你現在開放什麼臨時避暑中心有鬼用嗎 全港有多少間啊 你的避暑中心有多少個位 你是不是叫市民買了外賣之後 特地坐車去避暑中心吃飯 是不切實際的 是杯水車身 最好的辦法是什麼 趕快撤銷了他 你這些全日禁堂食的擾民措施 你要防控 真的防控 就不要緊 不要搞到市民這麼可憐 你現在說一下 根本上第三波的疫情是怎樣發起的 你陳肇始局長自己也承認了 就是特區政府去豁免那班機組人員和海員 免檢入境是搞到第三波爆發 根本上的恥作勇就是你特區政府 現在就叫全港市民一起埋單 埋單還要那些戶外工作的人士 就要到處蹲來吃飯 喂 這些做法怎麼說得通 今天就連陶傑也看不過眼 走出來批評 他就說 1997年 英國將一個繁盛的香港交給中國 今天中國的林鄭 正在一步步 將香港改造成為第三世界 別人的評論就是拍案叫絕 非常之到位 非常之精準 現在就是第三世界 這一班戶外工作的打工子女 不是給不起錢吃飯 只不過是外於特區政府這些無聊防控措施 搞到他要貓街吃飯 那你說成何體統 你說陶傑用第三世界來形容香港有沒有說錯 第三世界就是林鄭一步步來搞出來 今天美國財政部已經將香港列入制裁名單當中 其他列入制裁名單 全都是第三世界國家 非洲國家 落後國家 貧窮國家 朝鮮 伊朗 伊拉克 這些國家 香港就是和這些國家齊名 就是被林鄭搞成這樣 所以陶傑沒有說錯 這個評論是 另外 伊特區政府不單止補鑽說要開放避暑中心 而且有部分人有特權 行政署今天向政府總部工作的員工發電郵 通知由明天 即是30日開始 政府總部食堂可公堂食 但每台只限一人 每台雙隔1.5米 那就是政府總部工作的公務員 就是有特權 而且不單止有特權 香港警察也獲得了豁免 可以在警察的飯堂進行堂食 我真是想質疑一下 你特區政府 到底那些豁免的條款 是憑什麼科學根據定出來的 憑什麼界定 警察飯堂裡面的感染風險比較低 一般街外食店的感染風險比較高 還是原來根本不是以感染風險 來制定豁免標準 那你的標準從何而來 可不可以說出來給市民笑 為什麼有些人可以獲得特權 一般市民就要讓你租質 你說出來給市民聽聽 根本上這些所謂防控措施 完全達不到所謂的防控效果 反而製造了引申更多的問題出來 受苦的就是一般的香港市民 至於制定這些擾民措施的 特區政府廢官容官 根本上就一點影響都沒有 好了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